翻译 字幕志愿 难道你 却又惊泪起 长颜落日山河桌 你在缥缈云里花里 你在缥缈云里花里 唱歌一起 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 唱歌一起 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 唱歌一起 唱歌一起 唱歌 《小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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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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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overdid 打起来 自己的儿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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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运的共两百只 就藏在地上的尸体里 齐卡 你们马上动手 将死亡之身取出 烧脚尸身 我们要连夜赶往非暗之山 圣骑士请放心 马上办妥 大家动手吧 很快 我们可以帮忙 我们下座的尸体 还剥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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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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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今天 你们将在盛使的带领下 前往黑衣天王的圣殿 黑暗之山去参拜 什么都可以 是 是 什么时候才能去这样 听说 黑暗之山是一切神力的源泉 你们说得很对 到达那里的人 不管西丘什么都可以得到 更重要的是 你们不仅能够见到万众景仰的黑衣天王 还可以光荣地接受他赋予你们的神圣使命 这是伟大的时刻 也是你们生命最光辉的历程 你们当潜心享受 愉快地为天王奉献出你们的一切 到那时 你们将不再是凡人 而是和我们一样 拥有非凡的神力和尊荣 为黑衣天王不仅仅我 在所不仅 好 黑衣使者将村民分为五队 到村口集合 我们立刻出发 是 一队 一队 跟我来 一二队 跟我来 走 一三队 跟我来 快 一四队 跟我来 跟我来 一五队 跟我来 一五队 跟我来 走 快点 走 走 姐妹们 你们要加倍小心 我们有任何差错 是 你过来 这是死亡之神的最后一批宿主 绝不能出现任何的闪失 是 你立刻到村中挨家挨户检查 看看还有没有漏网之余 是 检查完毕后 命所有部下返回 到村口会合 是 好了姐妹们 快走 你 谁 谁 我 你是谁 这你没必要知道 你只要知道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就够了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因为我要你把衣服和面罩给我 冠冠军 冠军 冠冠军 冠军 冠冠军 冠冠军 真磨叨 查个空村子居然用这么长的时间 他来了 你快点 大队已经出发了 来吧 来吧 你继续用手 我们马上去禀告他人 好 张婉 大人 有什么动静 刚才王老帅 出实名黑袍武士 骑马出府 奔北门而去 他们冻起来的 问是 我们现在怎么办 张婉 在 立刻集合钦差卫队 我们跟踪追击 是 曾台 威尔对王氏兄弟的情况非常熟悉 你马上到东华院请他与我们同行 是 老爷 那我呢 你有更重要的任务 什么任务 您的意思是说还有人要 嘘 不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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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闭城门 是 立 前门 什么事 这位兄弟 我们有急事要出城 请行个方便 请行个方便吧 城门虚实关闭 你们不知道吗 要出城 为什么不早点 放肆 竟敢对爵爷如此假话 爵爷 什么爵爷 这位是归义伯王爵爷 难道你不认识吗 王爵爷 我是归义伯王凯 有急事 必须连夜出城 原来是王爵爷 小的无礼冒犯 请爵爷恕罪 罢了 打开城门 是 从有事起到现在 一个时辰之内 已放得五十公 公四十 看来王凯应该是最后一批 曾泰 在 马上命令钦差卫队 在城门前集合 人部披甲马斋鸾铃 我们紧随其后 是 是 宿主都已经到了 皇家保存的村民们立刻进入宝内 其他人的原路返回 你怎么还不走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他死了 什么 他死了 走 你过去看看 这是怎么回事 是我杀了他 怎么走 老代 是你在说话呢 老代 你是谁 他不是老代 你是谁 原方 杀了他 来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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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驾 你大侠饶命 大侠饶命啊 不要再做坏了 是 是 是 做好人为什么这么难呢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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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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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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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动人的时刻 马上就要到来了 你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通往黑暗之山的 必有之路 你们的一切 将以为今晚而改变 你们将成为 具有非凡神力的 黑衣天王的使者 好 请大家随我进入隧道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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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王 您来了 他们来了吗 四位生骑士已在楼上等候 只等天王降临 天王请 你们都来了 天王 怎么样 一切都还顺利吗 赵天王吩咐 解决廖文卿之事已经安排妥当 此事至关重要 一旦廖文卿开口说话 我们的处境就会非常被动 此事交由可靠的人去办 请天王放心 两日之内必有结果 天王 今晚接朕卫圣骑士传书 死亡之神已运进王家宝 太好了 传书中还说 近日来朕卫圣骑士率领手下部众 征调了梁州附近数百名农民 作为死亡之神的宿主 现在已赶到黑暗之山 只待死亡之神遍体成功 便立刻准备部署最后的攻击 非常好 王氏兄弟和房哲那边呢 回天王 今夜王氏兄弟与房哲率人出城 敌人杰统领出置史卫队 尾随而去 算时间 明天上午便会有结果 看来 除廖文卿外 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天王 我想最后的攻击 很快就要到来了 敌人杰号称断案如神 这一次在梁州 舅舅让他身败名裂 王凯等人的行走路线 似乎是像荒山古堡而去的 似乎是像荒山古堡而去的 这是洪家堡 这里便是荒山古堡 不错 过了洪家堡村再走三十多里 便是荒山古堡了 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洪家堡 前面除了古堡 再没有其他目标了 奇怪 他们去古堡做什么 张桓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目前并不能够肯定 他们的目的地就是荒山古堡 张桓走了已经近一个时辰 而是 而今晨时将过 我们还要继续等下去吗 要不要命令青山卫队继续前进 越是关键时刻 行事越要谨慎 一旦我们贸然前进 惊动了王凯一行 那就会弄巧成拙了 我看还是再等等张桓的消息吧 大人 张桓 怎么样 回大人 王凯等人 由此向北走了大约三十多里 进入荒山古堡之内 果然去了荒山古堡 怪贼 恩师 我们现在怎么办 张桓 命令钦差卫队全速前进 务必于四十之前向古堡发起攻击 是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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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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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沒有看到王氏兄弟或是 防褪的動作 大人 立刻帶人死過軍國的地形 是 走 大人 你這裡可以進去 跟我來 快 大人 這裡面沒有人 王氏兄弟和防褪呢 會不會逃跑啊 不 他們一定還在這裡 這三人 這三人召集人手 銀業出城 趕奔古堡 絕不只是來看一看的 我想 他們定有深意 定有深意 嗯 恩師 您的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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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條死路 而且 這條小路也不能走車 難道 難道這些人會飛不成 難道這些人會飛不成 死骨 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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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無緣無故地消失呢 他們又為什麼 要將那些大車趕入死路 這裡面究竟有什麼玄機呢 他 鄭太 他們一定是從這個人 將鄉淫運走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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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太 还记得上次我们率军清剿古堡 这扇暗门是如何打开的吗 记得 我们现在把它打开 一 二 三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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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是怎么回事啊 大人 我在古宝中住了这么长时间 从不知道地厅的地面可以打开 战完蛋 为众军做好准备 是 众军做好战斗准备 是 是 请拿密贼 哪回饗议 是 長官立朗, 請你先前往 我作王氏宿舖的防守 起來 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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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大爹 你去帮忙 要小心啊 要勇气 走 放手 快救我来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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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娘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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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边 走 跪下 老师娘 同堂囊儿 你可站着死 也不跪着生 不好 好 他要自杀 走 没有 没有 走 是中毒而亡 毒药就在他的嘴里 毒药 好厉害的黑医社呀 曾太 命卫士们将所有大车上的箱子都打开 是 把箱子打开 是 来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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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事 所有的响音一两不少全在这里了 恩师啊您真是神了 您怎么会想到响音就在古宝之中 又是怎么想到这地厅下面还有一层 曾泰啊您还记得 我们之所以要敲山震虎 惊动王氏兄弟和房哲的真正原因吗 王强负责响音的转运 因此他定然知道响音的下落 如果这个推断成立 那么王强就绝不会将这五百万两银子置之不理 定然会前去查看 或者要用这响音来做什么秘密的勾搭 到那时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哦这才是顺藤摸瓜的真意 只要跟踪王氏兄弟或者房哲 就能找到响音的下落 大人 原来您早就想好了 我刚刚说过不可打草惊蛇 但是敲山震虎却是必要的 当夜的这番谈论你还记得吧 我明白了 所谓敲山震虎就是要令他们感觉到危险 自己先动起来 正是 王强负责响音的安排和隐藏 一旦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份暴露 危险就在眼前 那么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将响音转往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之后自己再藏匿起来 我所说的敲山震虎就是这个意思 那您又是怎么想到 响音就在古堡之中呢 曾太啊 我不是神仙 不可能在事情毫无端倪的时候就预先察知 在王氏兄弟率队出城之时 我不过是隐隐地感觉到 他们有可能要前去响音藏匿之处 但却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来到古堡之中 当得知他们来到古堡时 我曾一度产生了疑惑 他们此次出城究竟是冲着响音去的还是另有目的 然而就在刚刚 查找王氏兄弟和房哲的下落之时 我猛然想到了我们曾经经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 还记得王二人率军清剿古堡的那个夜晚吗 当然记得 当时我们发现了消息室 打开了通往死亡之谷的大随道 在随道的地面上发现了很多的车辙 于是我们沿着车辙追赶 在第二天清晨来到了死亡之谷 就在这时地面上的车辙消失了 一切的痕迹都消失了 嗯 不错 当时我感到非常困惑 这些人为什么要将这些大车推到随道之中 却又没有通过死亡之谷的暗门进入黑暗之山呢 通过那晚和威尔的一番谈话 我更觉得此事非常奇巧 大人 就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可以肯定 王强已经将响银运到黑暗之山中隐藏起来 哼哼哼 响银并没有运到黑暗之山 哦 大人 您是怎么知道的 车辙 车辙 你刚刚说要进入黑暗之山 就必须首先通过死亡之谷是吗 正是 金晨 我和曾泰 率军对死亡之谷进行了彻底的搜索 并没有发现装载响银的大车留下的任何车辙印记 由此可以断定 银车并没有进入死亡之谷 这可就奇怪了 既然他们不想将响银藏到黑暗之山 却为何要将银车赶入暗道 那条暗道当中并无岔路 只能通向死亡之谷 如此做法 有何用意呢 此事 的确是非常奇迹 这番谈话 使我隐隐地感到 我们在古堡地厅中 肯定是忽略了什么 那么恩师我们究竟忽略了什么呢 车辙 车辙 又是车辙 车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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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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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影片下方 帮我们留言 按赞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